最近呢 胡塞組織又有動作 比如說對艾森豪發動了攻擊 那當然第一時間的時候 31號 美國艾森豪的這個艦長說 沒有啦 我們呢 麵包坊沒有問題啦 但他是說發動攻擊 你公佈這個麵包坊 好 另外呢 其實最近呢 胡塞也打了很多架的MQ-9 死神無人機 然後呢 你說沒有問題嘛 6月1號的時候 胡塞就說我又再打一次美國航母 然後美國最新說 我們沒有人員傷亡或損失 但是呢 美國現在針對加薩這個問題 拜登提出的停火協議 三階段 第一階段包括呢 全面徹底停火 第二階段遣返勝於的人治 第三階段歸還已故人治的 最後遺體 然後呢 哈馬斯說要積極考慮 但是呢 納坦雅胡馬上說 他們不要這麼做 還要繼續打 但是相反來看到呢 中東的部分 阿聯酋啊 還有埃及啦 巴林這些很重要中東地區的 元首訪問中國大陸 楊哥你怎麼看 這個拜登可能會碰到最壞的結局 就是這個尾巴戰爭搞不好會打到年底 然後奧武戰爭打不到年底 這真的是死局 這是他最不想的結果 對對對 倒過來 因為要避免民主黨分裂 就是尾巴戰爭要趕快結束 讓他的那個少數民族的聯盟可以恢復 或者是改打別的議題 那奧武戰爭無論如何不能倒 因為倒了他就別選了 他就縱使之地了 你就是連阿富汗 烏克蘭 而且烏克蘭意義更大 等於是俄羅斯的力量就直接到歐洲 這個是不得了的結果 那 可是目前看起來泰式是這樣 目前真的是如此 所以你才會看到 他開始向以色列正式提案 可是目前以色列 我基本上認為 哈馬斯那四個營已經被打散了 對啊 是 所以有組織的軍事力量 基本上已經變成游擊隊或突襲的模式 那以色列明明就已經打完了 而且那個廢城走廊他也完全佔領 而且以色列也公佈說 在廢城走廊找到20條地道 他大概也全部都把他摧毀了 那為什麼不撤軍呢 我認為他已經不是在打仗了 他是在掃蕩 掃蕩我們講就是 戰爭結束之後他在清剿餘虐 你知道嗎 殘餘勢力 那就是在做掃蕩跟鎮壓的動作 那事實上也就是實質軍管的開始 他事實上就是軍事占領 實質占領 然後他就是 開始慢慢的進入人口密集區 那也許是挨家挨戶 或者是 就是用那個塊狀 縮小包圍 一個一個地方清掉 我認為他已經在做這件事了 那美國當然認為這個是沒有正當性的 因為戰爭已經結束了 你怎麼不走呢 對啊 你不能來得這 人家撤軍嘛 他就是不要走 我講白了啦 他根本就不想走 所以就是要讓軍事占領看人拖多久 越久越好 變成既定事情 然後以色列囤肯的新的移民又會搬進來 至少我跟你講那個 事實上也已經有一群猶太人提出了一個計畫 就是高沙市希望能夠變成 純猶太人的住宅區 重建 你把巴勒斯坦人全部趕走變成你自己的 巴勒斯坦人可以住在別的地方 哪裡呢 又是那種什麼 三個區的隔離嘛 就跟約旦和西岸一樣的邏輯啦 這誰能接受啊 就是種族隔離啦 對啊 不是誰能接受啊 他就要這樣做啊 他就這麼硬幹就對了 他本來就沒有人接受他嘛 現在有哪一個國家接受他 連美國都不接受 可是你沒有辦法出兵嘛 就美國你敢不敢拿出真正的實力出來嘛 美國當然有這個實力啊 可是他就拿不出來嘛 講白了嘛 目前哈馬斯我是認為 他大概就接受了啦 就是反正他已經被打散了嘛 那人質 包括活的還有遺體啦 他分三階段 到最後一個階段 就全部都要交出來 這是拜登的 對不對 那可是拜登這個計畫 你要知道他是沒有 建立什麼樣的政府的內容 還沒有提到這塊 沒有 完全沒有 現在只有停火協議 對 那以色列這個部分就不接受 可是你可以看到那個甘之啊 對 已經要退出戰爭內閣 是 那會不會導致 納塔亞胡的政府要重組 甚至改選 這坦白講現在還看不清楚啦 因為以色列的鷹派 也在攻擊他啦 目前就是這樣 是 我認為美國的力量 如果真的要灌進來 真的是政府會重組 那納塔亞胡會不會因為這樣失事啊 因為納塔亞胡如果下台啊 很可能會被抓去關喔 因為他有一些貪污案 是 他之前就是這樣啊 對 你不覺得 這真的很奇怪喔 那個美國有川普 然後這邊有納塔亞胡 那這個不管怎樣喔 他所以就這個角度他不要下台嘛 所以他就會還是很強硬的態度 那最可怕的是 有一個國安的顧問 也是高層啦 以色列的 他估計說還要打七個月 對啊 等到年底啊 那我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放出這種話來啦 這放出這個話大概 這個應該是幫倒忙啦 大概把拜登給嚇壞了 對 可是我們就是要看拜登拿出什麼手段 是 他對甘孜支持的力道會不會增加 逼以色列政府改組的力道會不會增加 是 可是我跟你講 只要發生類似特拉維夫又被攻擊的這種事件 都對納塔亞胡有利 當然啊 就是這樣 就是 所以 因為連特拉維夫這種事都會發生嘛 所以你叫我預測我真的很難預測 那我只是跟你講 目前 走向會是 強硬派就是納塔亞胡 那亮哥你怎麼看 因為中東這個局勢呢 美國跟以色列現在綁在一起 但是呢 現在很多 這些很重要的國家訪問中國大陸 然後談的這個巨細迷移啦 包括了跟巴勒斯坦的聯合聲明等等 也支持聯合國 要加入聯合國啦 然後反對你這樣狂轟濫炸等等 等於中國大陸是給中東很大的底氣 他們要一起合作什麼呢 像是合作啊 這個 兩國方案 還有這個是外交上嘛 還有包括什麼呢 要辦中亞峰會 然後還有北斗啦 這些的合作等等的 不過這很多議題 跟巴勒斯坦不一定有關係啦 本來這一次美國就是 傷透了穆斯林的心嘛 所以使得整個中東啦 包括北非啦 更進一步往中國傾斜嘛 這個態勢是非常清楚的 那當然因為中國大陸有 很多跟他們合作的項目啦 這個尤其是基建啦 工業的合作嘛 那阿聯酋這個國家比較特殊啦 因為阿聯酋它有杜拜啊 它本來就要成為金融中心 那它要把數位人民幣 交易中心納進來 還有包括那個石油期貨中心 要納進來 這個都是它獨有的 所以我覺得它早就鐵了心 要跟中國合作 所以它整個國家都是用華為嘛 對 從2019就開始了 那人民幣的海外的交易中心 它也是阿拉伯的中心啦 對啊 那所以我覺得它比較特殊啦 其他國家 主要還是基建上的考慮啦 比如說埃及要蓋新首都 遷都 那比如說沙烏地阿拉伯要蓋 紅海未來城 都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那當然還有包括鐵路啦 高鐵的建設啦 那另外當然就是 中國大陸極為龐大的 經貿實力嘛 這個美國沒有辦法比你啦 沒有辦法啦 對 所以你說巴林啊 巴林也不窮 巴林人均有三萬 也不錯啦 不錯啦 那目前 事實上我們知道那個中東 那個西方人都叫Maina嘛 就是Middle East還有North Africa 那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這一次就是 北非的力量也開始接來了 對 北非 我認為未來他一定會跟47個穆斯林國家 都會有類似的發展 OK 我覺得他們對美國已經完全失去信任 是 好 那倩賢你怎麼看喔 因為呢中東這個局勢 以他這個戰爭牽動了中東的局勢 最近看到包括阿聯酋訪問中國大陸 習主席說我們要一起合作啦 資訊科技 AI 數位經濟這些 這真的是幫助他換到另外一個領域去了 埃及倩解知識人一開始就說 埃及受到這個戰爭了 很大很大的影響 還被這個西方國家可能要抄底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跟埃及綁在一起 其實對埃及也很大幫助 尤其他是金鑽的會員國 巴林也是如此 趕快結束加薩衝突 他們都這麼的期盼 另外再來看到要合作什麼呢 北斗合作 載人航天 民用科技合作 數字貨幣合作 還有郵寄合作 還有全球文明倡議等等 這個五大合作 也都是讓美國會擔心 那更別說 中國大陸也對巴勒斯坦有聯合聲明 這個好多點 二十幾點 每一點都是呢 跟美國這種現有的體制 是有很大的一個挑戰 那王毅也跟沙特外長有談話 談到五期合作等等 然後中國大陸駐聯合國也說 要支持安理會通過 加薩地區的相關局勢的決議 所以巴勒斯坦常駐聯合國 觀察員感謝中國 所以我們接著說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以色列跟哈馬斯的情況 在表面上來講 哈馬斯已經打到潰不成軍 但是同一時間你發現呢 包含了最近的挪威 西班牙 愛爾蘭 開始承認巴勒斯坦 到現在為止有超過140個國家 承認了巴勒斯坦 所以如果我們把 以他的爭執放大來看的話 他的核心就是到底有沒有兩國方案 而這個兩國方案在 哈馬斯被打到潰不成軍 加薩的人流離失所成為人道危機的同一時間 越來越多的國家 至少他們已經單方的承認了巴勒斯坦 那麼也有更多的人呢把兩國方案放在檯面上來說 包含了在美國希望沙特跟他簽的現在的雙邊協定裡面 沙特就很明白的把他的前提 就是加薩停火兩國方案放在裡面 所以說從大的格局來看呢 其實我認為以色列是沒有贏的 甚至他在全球因為對於加薩的非常殘忍不人道的這些作為呢 事實上他輸了很多人民對他的善意跟好感 那他是這個是小格局 可是更大的格局就是在中東的這個大格局裡面 非常明顯的 正如亮哥剛才講的 美國跟中國的影響的實力 直接的就做了非常大的遷移 像我們都知道到今天為止 美國提出來最具體的就只有一個停火方案 他沒有 他不是一個中戰指導 他並不討論戰後秩序就是停火 那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戰爭 他就是把現狀打破 打完了以後呢 戰爭不是目的 目的是戰後秩序才是目的 所以到目前為止 美國並沒有提出戰後秩序 那中國大陸至少他提出來的呢 包含最近在中阿論壇裡面呢 他就暫時不要去討論以色列跟哈馬斯這個地方 他在中阿論壇裡面 把三個很大的重點講出來 包含了北京宣言 2024到26年的行動執行計畫 跟一個非常重要的聯合聲明 這個聯合聲明呢 是對中東跟加薩衝突造成人道危機的一個具體的反思 而且也很明確地說了兩國方案 所以最政治的部分 他用一個聯合聲明的方式處理了 中間非常具體的部分 我們都知道在這次的會議之前呢 大陸已經跟22個國家 包含了阿拉伯聯盟 就是Arab League 簽訂了跟一帶一路相關的這些條件 跟17個國家呢有亞投行的關係 就17國加入了亞投行 並且在22年就上一次的峰會 到這一次之間呢 在所有他們要做的八大行動項目裡面 都已經達成了全覆蓋 全覆蓋意思就是說每樣都做了一點 不一定全部都做完 但是全覆蓋 全覆蓋裡面就包含了200多個具體的計畫 所以說你可以看到在兩年之內 不但是說了而且做了 他有一個非常明確的路徑圖 去增加大陸跟阿拉伯世界 包含了在經濟 政治 還有文化 文明上面 更為緊密的關係 那所以這麼夯實的關係呢 到了2024這裡 習近平先生講了 我覺得是有五個比較大的重點 你剛才講了那些具體的項目 但他講的是呢 是一個五大合作格局 就是一個五大合作的格局 更復活力的創新驅動 那顯然就是把大陸的這些創新驅動 包含了數位跟智慧革命的這些東西 跟能源革命的這些東西呢 是成為他們更有活力的一種夥伴關係 這個格局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是很明確的是要 擴大規模的投資跟金融 也就是無論是雙邊的投資 單邊的投資 以及剛才講的 可能是新的數位貨幣呢 都是在未來時候做的第二件大事 第三個叫更立體的能源合作 顯然意見的就是從油到非油 從現在到未來的所有 跟能源相關的這一系列 從產 儲 一直到運 都是直接可以立體的合作 第四個是更平衡的經貿互惠 也就是說不是單邊而是雙邊的 那互惠的意思當然就是 你要賣給對方他想要的東西 對方要從你這裡得到他想要的東西 並且在經貿跟金融中間有一定的平衡 這就跟美國主導的知識有點不一樣 因為美國人不肯罵給別人嘛 那最後的是更廣更廣的人文交流 那這個人文交流裡面 具體做的是一個阿拉伯中心 但除了那個之前已經有了百孝教中文 所以你可以看到 你似乎在看到那個思路時期 作為中西兩邊貿易的通道的 阿拉伯世界正在恢復它過去的榮光 因為在思路時期阿拉伯世界 無論是它所發展出來的經濟貿易數學 你看我們用的阿拉伯字等等 它在這個非常龐大的貿易水流裡面 是有非常龐大的經濟的實力的 所以今天似乎現在講到的 一個是思路時期 一個是在上個世紀的 每一個國家在開始立國 建立起新的國家 就是在二次世界大陣之後的 新的國家成立的那段時間 的一些彼此的友誼跟建交 到現在共同朝向未來發展 都會是未來這個 中國大陸跟阿拉伯世界的國家 中間的關係 而美國到目前為止 還是一支獨秀 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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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可能勉強把石油美元 算進來的話 那就是二支獨秀 而這二支獨秀 建立的都是在美國的 極為強大的單邊的霸權之上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 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 § C